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個來自chana.org.cn 中國剛剛開完一個 2022年的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 這個全球招商大會剛剛結束了 這個招商大會成績非然 看看成績 超過800個項目 包括25000億人民幣 大約3580億美元 3000多億美元 當然有很多公司 看看幾個重點介紹 第一個就是Karlsburg 應該是啤酒公司 應該是啤酒公司 過去已經提供了18個 Heavy Duty 就是 重能量的 Gas Turbine 氣動渦輪 另外有設一個 工業級 一個是Heavy Duty 這裏 總共提供了10個Gigawatt的能源 可以供應1,700萬個家庭使用 在早些時間 還有第二單 深圳也獲取了 8,790億人民幣投資 這裏總共315個項目 在深圳的Global Investment Promotion Conference 達成 可見 中國非常吸引外資 有些專家說 雖然現在新冠 思路的情緒非常暗淡 在全世界 但是 中國仍然保留 對外國企業非常大的吸引力 因為它有一個龐大 而且一直在增長的市場 而且它會繼續開放 另外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工業供應鏈 官方資料說 是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的 實際有用的 2022年的頭十個月 總共達到1,680億4千多美元 1,680億4千多美元 如果我們轉回到億 那就是1,680億美元的投資 這只是2022年的頭十個月 即是說 11月12月這兩個報告 還未計算在內 亦都代表 哇 Year growth 年的增長率是17.4 這個增長非常厲害 17.4 亦都可以證明 很多國際大公司 對中國投資 是非常之有信心的 這就是來自這份 是有一個 china.org.cn的報告 谢谢大家